韓國 Oh yeah,開個掌聲鼓勵 來,我們這邊請 請我們的郭選手跟我們現場的朋友們打算招募好嗎? 哈囉,大家好,我是你的指標選手,我郭欣純 Yeah 在接觸女生之前,我們接觸過很多的上舞 然後最喜歡的就是籃球 真的假的? 對 什麼原因喜歡籃球呢 因為我在小學 大概四年級就去加入國小校 對 然後那時候我們那個夢想是 都要當上籃球的國少 就是會很多點點滴一滴吧 因為在國中的時候 真的是太多好笑的事 有時候在跟國中教練聊天的時候 就講到以前練籃球的事情 然後大家就會非常的開心 對 然後其實能夠再碰到 就這麼多人的眼睛 然後在看著你 然後打球那種感覺 真的有點懷念 對啊 然後我突然去看挑戰賽 對啊 自己也是希望大家可以進場 自己看我比賽 所以我覺得就是 能夠做到這樣 我覺得也是 希望可以帶動大家一起進場 觀看任何這種項目的比賽 然後其實 每次看籃球的時候 就是有些精彩好球的時候 你真的會跟著環 然後三分的時候 你會覺得 差點要散起來 那個手要敷起來 對 對 就是那個感染力吧 我覺得 就特別喜歡 那因為很多籃球的三對三賽事 那很多賽事都是那種打一輪一輪制的 那我們就是有不同的賽制 讓這個選手他不是輸一場就回家 他可以 所以我剛剛講過不同的年齡 不同的性別 不同的背景 他都可以一起打 然後還有女生還可以打球得分雙倍 所以我們就是 還有四分球 就是創造一些 用賽制來創造一些不同的三對三的球賽 讓大家可以享受不同的風格這樣 我們在今年因為疫情沒有要隔離的關係 沒有辦法讓大家 在台灣都只在台北半而已 也沒有全台去繞 那所以等疫情過後 那我們因為兩岸的高手很多 那大家用這個籃球來交朋友 然後互相切磋 所以這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所以在疫情過後 在我們明年辦的這個鬥到底 一定還是會持續去跟國內的這個街頭高手 一起再切磋 速摸進去 iggle